你說我是破憤的話 阿伯就是阿伯 做這個事跟糞坑合一 不可以我們這樣乾淨連結 政治的議員攻擊官商勾結 然後阿伯你就拿出金流 如果你真的是你的1.1億 你的一票30塊的總統補助金的話 你去買這個一定是匯款 他如果有匯款的話 他早就拿出來當政潔牌坊 他怎麼不拿出來 因為不拿出來 那所以這個交易又怪 人家又沒有移民 你就非說人家移民 就一路都說謊 就讓我們不經驚疑 還有喔我要提醒一點 兩三天前朱雅虎被檢調叫去 證人轉被告 你知道朱雅虎為什麼要去 因為朱雅虎去有兩個 人家問他涉嫌行賄給誰 你知道那個檢察官問他 第二個 朱雅虎請他朱雅虎交代 當證人幹嘛 證明這個商辦 四千三萬三半是不是金華城的 問他這個內容是這樣嗎 那後來他怎麼打我的兒子 他現在已經轉被告了 朱雅虎轉被告了 所以這個房子你看喔 我再講一... 我再說明一下 這個當初阿伯要買這個房子 不是經過仲介對不對 他怎麼知道這個房子要買 他只能透過一個人叫租客 叫做李天鎚 李天鎚是那個他們公司 新業公司的有沒有 是那個股東嘛 還有一個貴嘛 就是貴林美的大伯嘛 有這幾個 那這幾個都是跟金華城關係密切 都是定期黃副新黨部 這個不管是李天鎚 不管是朱雅虎 不管是沈慶基 沈慶光他們定期聚會的 他們朱雅虎都是定期幫他們拉 選中央委員選中常委 幫沈慶光 幫這個李天鎚 幫映曉威拉票的 裝腳 你知道我概念是這樣 那這些人 這個看 然後這些人你跟他問的話 只能透過這些人去問說 要不要賣啊什麼 那這關係有多密切 這些都是沈慶經的人 你知道 所以他怎麼知道要賣 我認為他不可能知道 所以知道的話也是這些人 也是所謂的沈慶經系統 那是不是沈慶經送給他的 作為後屑 這請檢察官要查